各位,上星期我們已經開始做Arduino的小實驗 和大家玩過這兩種小元件,分別是LED和按鈕 其實只玩這兩種東西已經很久了 上次我們就鋪了一顆是怎樣 如果你有多些電阻和LED其實可以做很多東西 不過我知道大家心急想學一些會動動的東西 所以今天的主角是什麼呢?就是Servo Togi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說真的,鋪機是什麼呢? 鋪機又叫做視伏馬達,它又叫做鋪機 其實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想一下,一些遙控車就是用它來擺駝駝 給它電,軚轉去左邊或者右邊 就是車或者船的擺駝就會用它 所以,鋪機的轉動幅度不會太大 一般是180度至360度 一般玩具級的鋪機,這隻SG90算是常用的 最慘的是,在外表看不到它的180度至360度 要試過才知道 但它的活動數就是5W 5伏去控制它的 而看到鋪機呢,它一定有三條線的 為什麼有三條線呢? 其實很多元件都有三條線的 因為你要給正電它,要給負電它 還要給資料它 告訴它它轉多少 正電一般就是紅色 負電不是黑色就是中色的 資料線可以什麼色都可以的 這裡就是橙橙的 既然有三條線的話 我們就找回三條針線 去連結 它有三個插口 紅色線,插中間這個,拿正電 幫它拿轉電 我們沒有黑色線 拿著綠色袋去看黑色 總之你記住就可以了 綠色就等於黑色,拿負電 那資料線,正如剛才說的 我們就用橙色線 拿黃色 OK 好,這次簡單的初級實驗 簡直不需要用麵包板了 我們就將 紅色 插進去 正5 不可以 綠色 即是剛才的負電 就插進去 任何一個GND 這裡有GND GND 上次說了 即是底 底即是負 好,剩下這條黃色線 要給哪個插口呢 我曾經說過 0至13 都是輸入輸出 不過這次呢 我們是需要一個 模擬式的輸出 而不是數位的輸出 什麼叫模擬呢 數位輸出 簡單來說就是 0和1 0和1 不是0就是1 就是high或者low 但因為這次我們需要 變更度數 我們需要一個 吸進式的變化 0到1024 這樣 就不是每個人可以選擇 你要選擇那些 有條小蛇在旁邊 譬如這個狗 好 這個蛇型叫做什麼呢 叫做PWM 剛才我們說到 不是所有Arduino的腳 都有PWM PWM 即是密充寬度條變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長期 將一個3W的電壓給一個LED LED應該長著 是不是 但如果我們給一些 像這樣的密充給它呢 它閃一下閃一下 而用很高的速度閃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半時間 是有密充 一半時間 它是靈活的 我們就覺得 LED是暗了的 而又這樣說 如果我們給一個 很窄很窄的密充 給LED 會怎樣呢 由於閃得很疏 所以LED呢 長遠來看 就覺得很暗了 而正正利用這個 密充寬度條件的技術呢 我們就可以憑一個 數位腳 而控制到一個LED的亮度了 明白了這一點就好辦了 那就是我們會知道 原來SERVLE 真的要通過PWM 才能夠控制它的角度 我們回到TinkerCAD 模擬線路那裡 選擇Arduino 其實一般Arduino的線路 這裡已經有了 都不需要薄 這裡有視伏機 也就是SERVLE的意思 我們會發現它的搏線 其實跟我們的搏線是相約的 紅色 正極 搏下去 5W 黑色 負極 搏下去GND 而這條呢 我們試試轉到黃色 轉到黃色 這條就是資料線了 就是 走到第九腳 大家會看到 第九腳是有PWM的 其實如果你想選擇 第二些腳去搏 SERVLE可以選擇第三腳 第五腳 第六腳 第十腳 十一腳 都可以 接著我們看看 程式碼 程式碼 我們必須用到一個資料符 叫做SERVLE DIMAGE 將它加入在程式最前面 在SERVLE DIMAGE 在SERVLE DIMAGE 我們先設定了一些變造 例如 POS 即是位置 SERVLE DIMAGE POS想要0 就是在0 這裡 將SERVLE DIMAGE 定為SERVLE 9 即是第九腳 假設你有另一個SERVLE 就可以定另一些腳位 在SERVLE D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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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SERVLE DIMAGE 由0 到180度 轉一次 每次 轉一次 其實就是一個FOR LOOP 力 FOR LOOP的意思 就是每次 改變數值 而將一件事 再做出來 而資料做完為止 今次是由0度 一直做 做到180度 而每次 是加1度 而SERVLE 9 Right Position 就是將POS POS裡面的資料 即是0到180度的資料 每次改變的資料 就由第九腳 寫入SERVLE 接著呢 每轉1度 要等15微秒 所以你會看到SERVLE 慢慢轉到 另外一段FOR LOOP 就不需要解釋了 因為今次分別 只是說 每次是減1度 剛才是加1度 現在是減1度 減1度 即是說 整件事 由0度轉到180度 由180度轉到0度 好了 開始模擬 好了 清楚了 我們把整段程式 抄過去 再檢查一次PORT PORT PORT PORT位 對不對 就可以編譯及上載了 編譯完之後 回來看看實物 基本上跟模擬是一模一樣 學懂了一個陀機的控制之後 再控制多一個 其實也不是很困難的 大家知道什麼叫PWM 自然可以選擇多一個適當的腳位來控制陀機 今天的介紹 希望大家都喜歡 請記得加讚和評語 拜拜